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,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 赵丽颖真不像妇女,穿绿色卫衣套装像少女,这大长腿绝了。 赵丽颖作为实力派女演员,虽非科班出身,却凭借多年影视经验打磨出精湛演技。 日常穿搭低调的她,此次尝试绿色装扮,抢眼又吸睛,展现出别样的时尚魅力, 令人眼前一亮。赵丽颖的造型风格独特,她以简约而不失时尚感的装扮世人, 既凸显了她的甜美气质,又展现了她的个性魅力。 每一套造型都彰显出她与众不同的品味。 这款绿色卫衣套装以及出色的亮肤效果而备受瞩目。 她的设计不仅凸显了时尚感,更能巧妙地提升肤色亮度, 让穿着者在人群中脱颖而出,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 赵丽颖真似青春少女,身着绿色卫衣套装,洋溢着清新气息。 这套装以冷色调的绿色为主。 不仅显得清爽干净,更巧妙提亮肤色。 对于肤色白皙的赵丽颖而言,这套绿色套装无疑是完美之选。 短裤的搭配无疑是展现美腿线条的绝佳选择。 其简洁的剪裁与轻盈的面料。 不仅凸显了双腿的修长与笔直,更在行走间流露出轻松与自信的魅力。 赵丽颖常被视作甜美少女的代表,而非身材高挑的女性。 尽管人们叫少将她与大长腿联系起来。 但这主要源于她先少尝试路腿穿搭。 此次她偶然选择绿色短裤,完美展现了修长眉腿。 令人惊讶于她虽不高挑,却拥有堪比超模的大长腿。 同色系搭配是一种重要的时尚技巧,它能够确保整体造型的和谐统一。 通过这种搭配方式,不同单品之间的色彩相互呼应,营造出一种协调而舒适的视觉效果。 对于通身搭配,若色彩搭配非你所长,同色系无疑是最简单的选择。 相同色彩组合,能展现和谐之美。 消除配色之祸。 对于色彩搭配不精通的女生而言,这种搭配方式无疑非常友好。 基础款小白鞋以其简约的设计赢得了众多人的喜爱,无论是搭配何种服饰都能展现出清新自然的风格。 即干净又百搭,是日常穿搭中不可或缺的鞋款。 赵丽颖选择了一双简约的小白鞋,这款鞋款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女性,即低调又干净,且极具百搭性。 平底小白鞋搭配白色袜子,在炎炎夏日中展现出爆棚的少女感。 赵丽颖的其他着装解析如下,她的穿搭风格多变,无论是甜美清新还是优雅大方。 都能轻松驾驭,展现出她独特的魅力和品味,让人过目难忘。 一件经典的黑色格纹衫,搭配上一双简约而时尚的黑色短靴,整体造型既不失优雅大方。 又显得个性十足,无论是日常出行还是约会聚会,都能轻松驾驭。 这款基础款黑色格纹衫简约大方,巧妙利用解开衣扣的穿法,露出微微相间。 凸显身材优势的同时,增添一抹性感。 搭配黑色短靴,整体造型甜蜡风十足,尽显个性魅力。 卦博设计的蛋糕裙,以其独特的款式吸引了众多目光。 裙摆层层叠叠,如同精致的蛋糕。 而卦博的设计则展现了优雅与时尚,令人一见倾心。 卦博连衣裙完美式配照丽影的娇小身材,路肩设计巧妙展现性感锁骨,同时防止衣物下滑。 裙身采用蛋糕裙设计,层次感与立体感丰富,散发出甜美感,令人心动不已。 这款连衣裙设计别致,以纯白色未基调,展现出不规则的剪裁线条。 既彰显了优雅气质,又透露出一丝独特的时尚感,令人瞩目。 赵丽影的气质与基础款白色连衣裙相得益彰,她的甜美面容与这款清爽纯净的裙子完美匹配。 裙摆设计别出心裁,长短错落,不仅增添了视觉美感,更让连衣裙更具观赏价值。 西装裤套装,以其精致的设计,展现出男士的沉稳与风度。 裤型修身,剪裁考究,彰显出优雅的气质。 搭配得当,无论是商务场合还是休闲时光,都能展现出独特魅力。 西装套装虽为职场必备,但黑灰色在休闲场合亦显沉闷。 赵丽颖巧妙搭配休闲风外套与铜色短裤。 既保持了西装的精致,又增添了时尚气息,完美适应非正式场合。 赵丽颖容貌甜美可人,然而她的着装风格却非单一甜美。 无论是少女的清新风还是玉姐的霸气风,她都能完美驾驭。 近年来,赵丽颖的演技日渐精进,一品也日新月异,日益出色。 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。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 赵丽颖不做85花。 铜矿大嫂高叶玛丽,穿酒红色裙帐C位眼神杀气强。 赵丽颖第二十条八砂花絮图,复古港封装容好漂亮,眼神杀气场好强。 她升级为母亲之后真的变化了许多。 无论是日常穿搭还是大片花絮,每一次都让人看到了她内心的强大。 原来,岁月真的能让人变得更加沉稳。 赵丽颖本来是圆圆的小脸,满满的胶原蛋白,是甜美可爱的花千古,也是可可爱爱的珊珊。 她天生的童颜脸,早期特别适合娇憨可爱的偶像女主。 虽然天生的优势在,但是她不断地寻求自我突破,每次参演的角色几乎没有雷同。 是一个不会一直存在在舒适区的女明星代表。 尤其是生娃后,选择的角色都一步一个脚印。 让人赞叹,她的内心的规划之清晰。 一路按照自己的规划选择角色,自己就是清醒的大女主。 而在穿搭上,她没有过于浮躁,再不断地寻找自己的风格。 在穿搭上,赵丽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,她把人穿衣服,不是衣服穿人的风格发挥到极致。 早期的穿搭被诟病,如今,她穿上就是她自己风格。 从赵丽颖的身上,我们看到了年龄不是障碍,外形不是障碍。 自己就是自己。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